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届设计创意学院本科毕业设计展开幕的造计时 三 二 一 开幕 当时他们开幕这个算是剪彩的时候 是每个人都要把这个亮条转动起来 而且非常神奇的是这个转动起来之后 会和后面屏幕上正在展现的这个主视觉 应该是形成一个同样的这种粒子效果 但是大家都没有转起来 然后当时这个楼永奇院长 他就又重新上去去转了 我就觉得他非常可爱 这是一个我看到非常喜欢的作品 它应该算是一个这种交互式的 就是可以在你的脸上去添加虚拟手势的这样一个系统 这里有样式非常多的一些虚拟的手势 有一些感觉非常魔性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效果非常的酷炫 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 iPad还是什么就这个设备给玩没电了 到最后很多他的这个手势我都没有试完 结果就只试了那么几个 这是他的一个宣传视频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如果可以在线上会议的时候 给每个人都戴上这种虚拟手势 像面具一样我觉得一定非常有意思 这一片的很多作品都是做类似于这种就是交互式媒体的 像这个就是他做了一个上海的就是外滩的这种一个景象 然后有人走到这个屏幕前面就会 就是其他地方都是黑白的 然后有人走过的地方就会被填上颜色 然后左边的这块是他自己的一个应用场景的展示 然后右边我这时候就走到了这个屏幕前面 然后我走过的地方就出现了我的这个影子 然后就给他填上了颜色就感觉整体这个效果也还挺炫酷的 接下来的这个应该也还是一个类似于交互式的这种媒体的设计 它是一个虚拟宠物和场景的这种交互 我感觉它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的智能算法在里面的 就是这个猫的投影它应该是可以识别到就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些 这种类似于架子啊还有一些桌面这种 然后它就会在这个上面 而不是就是凭空显现在一些可以投影的这些墙上 然后这样让这个虚拟宠物感觉也就是更有真实感了一些 接下来的很多都是媒体与传达方向的同学 做的一些和儿童教育有关的课题 像他们做的这些教育一般都不是传统的这种数理化啊 这种课本上的教育 像这个我觉得很有创意就是它做的是儿童的设计教育 就是鼓励儿童去做一些头脑分泡啊 还有一些简单的这种设计工具 比如说待会会有一个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一些工具包里面有针线啊 还有剪刀 就是鼓励儿童去动手吧 然后在这种过程中培养一些基础的设计思维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给儿童的电影教育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棒 它把很多著名电影的一些镜头 用这种动画画了的形式 然后做成这种小卡片 让儿童去自己通过这种桌游的形式 把这些卡片的顺序串起来 然后形成一个电影的故事版 我觉得这种也是就特别寓教于乐 然后它也做了很多非常经典的电影 像有天使爱美丽啊还有什么的 这个也是一个给儿童的一个美誉教育 我觉得真的不愧是媒体与传达方向的同学 他们的视觉做的都特别好 就是这一套桌游这个色彩搭配就特别的亮丽 而且就是看上去我觉得就很能引起那种儿童的兴趣 就别说儿童了 我一个二十二十岁的人了 我觉得就是看着我都觉得 啊这种东西我都想买一套 然后自己玩一玩的那种感觉 我没有仔细太看内容 但是我觉得反正做的就是真的很棒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 这个好像是一个想促进80后的家长和儿童之间的这种交流 让儿童也去了解父母的这种成长背景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它的这个想法其实也挺好玩的 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可能都不太知道 就哪怕五年前十年前的孩子们都在玩什么 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榨卡呀 然后包括刚才他这个做的80后父母 可能小时候玩一些铁皮青蛙呀东南西北 其实东南西北我小时候也有玩过 就是有的时候让现在的小孩 能跟一些年轻伴妈妈之间建立这样子的一些了解 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 然后这边也都是一些和儿童教育有关的东西 像这个应该是用了CCD建模 我觉得它设计的这个IP就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这里也是一些数字媒体这种方向同学做的东西 像这个就是一个关于中老年表情包的 我觉得它这个选题非常有意思 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沉迷中老年表情包 就觉得他们的这个审美非常独特 然后它甚至把这个表情包做成了一些周边 我觉得真的就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里我觉得真的是一位大处 我没有仔细拍这个作品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同学的手绘 我觉得它的这个手绘功底真的太强了 就是完全可以拿出去参加那种绘本比赛的感觉 这一份应该也是一个媒体传达方向的同学的作品 它是主要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新颖一点 就是它的我觉得它的思辨性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它是从一个角度出发 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打字聊天的时候 就是去打这种语气词特别多 比如说哈哈然后嘻嘻嘻嘿嘿嘿这种 然后其实这个现象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也出现的特别多 就是我特别喜欢打哈哈哈哈 然后它就针对这个现象去做了一定的思考 就去就是设想如果有一个键盘上面只有这些语气词 然后把其他的这种键都给它淡化掉了 然后这种就是从这个现象引起的一种思考 然后去做了这样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反思式的一个设计吧 就是它可能听起来有点玄之又玄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出发点还挺新颖的 这里还有一些同学这位同学他做的是把书法去做了一个三D化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挺挺有意思的 像他的一些笔画其实做出来就像是雕塑一样 然后他这里有一些词比如说这个春巢 然后他把它做成了这种三D化的这种书法的一个像是小雕塑一样 还有望南山 他把这些字感觉都是从这种二维的平面一下给像是拉扯开的一样 就感觉其实中国的这种书法 它本来也有那种特别龙飞凤舞的那种 就是特别有动态的感觉 感觉他把它做成了三D之后就强化了这种动态感吧 然后对于一些具体的这种笔画 他也去做了一些这种类似于三D建模 然后探讨每一个笔画应该怎么样 在三维的空间中去呈现 然后还给了一些字去 就是具体哪些字可以怎么样去在三维空间中呈现 我觉得就这个他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也挺独特的 接下来这位同学他的这个作品的出发点 我觉得也非常有趣 就是可能大家也都看过就是那种类似于一段话 然后把这个文字的顺序打乱了之后 但是大家还可以读懂 他这个就是一段话然后他把每个字的一些笔顺给抽掉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类似于脑补 然后还是能够看懂 所以这就说明或许我们去认得一些字 或者是理解一个句子的意思 我们并不需要把每个字都看清 但是我们是有一种自动补权的这种能力的 所以他就是在这种方向上做了一些探讨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同学 他们做的是和一些上海的旧市的一个品牌的这种 类似于品牌IP或者是文创的这种设计 我觉得他的这个视觉做的特别好 他是构想了这样一个旧物市集 然后给这个市集做了一些周边 类似于徽章啊 还有一些门票 我觉得他的这些整体做出来的效果就特别好 我觉得就完全都是可以拿去商用 甚至说就是真的非常好看 这里还有一些小卡片啊 还有一些贴纸 就是整体看起来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除了好看之外就没有什么能形容啊 就真的词穷 然后这里他们其实很多做的都是一些和上海的一些 就是这种文化有关的一些课题 像这个好像就是想做一个类似于这种上海的建筑地图 还是一些就是把一些著名的这种类似于打卡点 都做成一些相关的文创产品 比如说像是这个钥匙链还有一些小卡片 我觉得他的也是首先就是视觉做的特别好 像这个现在这个iPad上面放的 他的一系列这种就是动态的这种 类似于可以当明信片的 我觉得都是配色啊 还有排版上面真的都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 真的就是无法形容 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那些 IP形象的一些创作 我觉得也特别棒 然后这里也有一些相关的周边 就是叶方布袋或者是一些海报 我觉得整体看上去真的是 哎觉得太好看了 这里有一件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个 应该算是工业设计的一个产品 然后它应该是用了很多这种参数化设计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里面需要有一些精密的计算 就是它是将一些这种杯子 然后它的这个投影投在这个桌面上 是会形成一些花的样式 然后就是每一个是一个不同的花 尤其是如果用手电筒的这种光去照的话 它的这个投影还有那个花的形态会更加的明显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是就是想法特别的新颖 而且真的做出来的实际效果也非常的惊艳 就真的不知道它中间是用了怎样的一种构造 可以让它在这种光下呈现出这种不同的样子 像这里就是用手电筒打了灯之后的效果 它投在这个桌面上就会有这种这个花的花瓣的这种样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实在是有点酷 接下来这里有很多件作品都是跟飞仪结合的 就是基本上应该是一些工业设计的作品 然后他们是用到了一些飞仪的工艺 或者是就是做一些飞仪传承方面的一些文创 我觉得这种趋势还是挺好的 就是把设计和一些社会关注的一些热点 或者是一些这种飞仪式文化遗产的传承去结合起来 像包括其他的一些作品 我觉得里面体现的一些就是这种社会感也挺强的 像前面的一些儿童教育方面的课题 然后还有包括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医疗方面的课题 我可能没有一路一路注意拍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趋势就非常好 然后在当时的一楼还看到了很多和汽车有关的这种工业设计 其实这种都是我看着觉得不明觉厉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汽车看着他们的设计其实都挺高端的 但是我实在也不太懂汽车 然后也看不懂这方面的东西 就我觉得工业设计其实欣赏起来还是挺有门槛的 就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 可能我拍到的比较少有一些环境设计的同学的作品 他们的作品有的时候就感觉很偏那种 有的时候是室内设计或者是一些就是会做很多那种小的模型 然后其实我觉得看那种模型特别有意思 但是整体他们的设计我就会看不懂 然后但是真的觉得他们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就是因为他们的项目我觉得每个体量都还挺大的 像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感觉就是红篇俱志 其实每年我都会来设计创意学院的这个学院楼里面看很多次展览 因为除了他们的毕业生展览之外 有的时候平时的作业截题了之后也会放在这边去展触 其实我觉得真的特别羡慕社创学院的这种氛围 就是同学们都有特别开放 然后特别多元的那种思想 然后感觉非常有才华的一群年轻人在这里碰撞 就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我的同龄人们可以享受一种 和我完全不一样的学习模式吧 就是在这里真的有很多特别强大的师资 然后同学之间也能互相学习 然后在这种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课题中就是一起进步吧 然后甚至包括就是连设计创意学院的这种宣传栏里面的海报 都是每一张我觉得都做的超级的好看 就连这种本来非常又红又专的这种建党啊 或者是一些这种相关的海报 他们都能做的非常有设计感 就真的是非常佩服 然后在另外一天我还去看了这一届的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展览 就有特别强烈的那种对比 就是感觉本科生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多花花绿绿的 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到了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展览这边 就感觉所有人做的东西都好学术 然后它先是每个人会有这样一个大的展板 因为他们主要是可能要做一些这种论文方面的研究 然后要呈现的文字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在这里先阐述一下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方向 然后最终可能再梳理一些研究的成果吧 很多人做的东西其实也是没有一个设计的 最后产出的一个实体的一个设计的 就更多的是这种他们的一个研究的论述 像这位同学他做的应该就是一个 临床的医患的辅助交流的一个工具 做了一些页面的设计 这里应该就是一些产品方向的同学 他们会去做一些草模 然后就是放在这边 像有一些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 做的就是一些快递车 还有一些做的是这种骑车的头盔 还有一些做的是一些看起来非常高端的 好像是用了什么生物材料的这种鞋子 就是感觉他们研究的方向 其实还都挺厉害的感觉 而且感觉就是研究生 我注意到他们做这种医疗方向的 其实特别多 就是各种医疗方向的APP 或者是服务体系的设计 我觉得也是体现了一种 就是社会责任感吧 就是如果设计能给这种 就是医疗或者是一些这种社会问题 提供一些解决方案的话 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价值 然后可能更像是一种雪中送炭 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一种东西 也是就是迫切需要的吧 像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孕期相关的一个桌游的设计 我觉得